秋天是吃大閘蟹的季節 但要做出美味的料理 首先就要挑一隻新鮮的好蟹 在滿滿一箱的大閘蟹中 迅速挑出好蟹 他就是上海廚師王浩 擁有35年的烹蟹經驗 挑蟹選蟹很有心得 並不是說不土炮就不好嘛 一般人的想法中 都是用大閘蟹土炮 來當判斷新鮮的標準 但王浩說 土炮只能代表它是活蟹 新不新鮮得看其他地方 好的蟹你看 看上去它有光澤的 哪怕我把它擦乾 它也有光澤的 說蟹殼要青綠色外 表面還得悠悠亮亮 代表肉質鮮媚 另一個標準 則是看靠近眼睛部位的 尖凸和鵝刺 越明顯立體 代表它們的血統越純正 越炸熟又好像這個 來 你摸摸看到這個 真的耶 好刺 刺刺的 刺刺的會怎麼樣 代表什麼 就是正宗一點大閘蟹 要看大閘蟹是否健康 在購買前 還可以用手去觸碰它的腳尖 活動力越強越新鮮 這個腳你把它扳一下 動吧 還有一個方法 仔細觀察大閘蟹的蟹蓋 和蟹腹之間的間距 間距越寬 代表裡頭的蟹肉飽滿 而且肥美高多 掌握四大挑蟹秘訣 你也是全蟹達人 介皇健文 遠方 台北報導 好